我按一個確定之後 它可以幫我把1加到200就出來 類似像這樣 這個部分應該跟剛剛的程式很像 所以各位稍微自己改寫一下 反正熟悉一下 有個input就會有個output 只是說output到哪裡而已 這個部分應該比較簡單一些 自行改寫 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說 如果我今天累加是 就是加加 就是一直加下去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是基數部分的加 所以我這邊可以怎麼樣 再建立一個break 那這個break 我建立一個class名稱是這個 那再進來之後 差別是說我如果今天 也到100好了 100 如果1加到100 然後呢我今天是要 我希望是怎麼樣 要基數部分 那基數部分的話呢 從1開始 1開始之後的話呢 其實加等於2 其實加等於2 如果是從1開始 加等於2 其實這個部分應該就 就應該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break的話 那我把它run起來 它基本上就是1 就會3 5 7 如果是這樣子來寫的話 直接run一下 250 就2500 那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是用加加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是用加加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一個break跳開 這邊是break部分 那break部分實際上 如果你今天加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 是這個break意思就是說呢 我如果執行到這一行的話 它會直接怎麼樣 跳離到這個瓜糊的外面 直接就跳離了 所以break就是直接就 跳 應該是 直接就跳離這一次的敘述 就是說它會跳 但是它跳完之後 它還是會回到 break 直接跳到那個 回圈這部分 繼續去執行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等一下再來看 先把那個激述部分 稍微 比如說我今天要加等於2 如果我今天要是激述或偶述的話 敘述怎麼來做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練習一下 input的部分 再來的話等一下再來看 激述跟偶述部分 如果要做輸出 來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